文章来源 新民晚报 假如联邦最高法院 支持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 那么将对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造成打击 因为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在全美范围适用 即便裁决对特朗普有利 也不意味着他法律麻烦的结束 一个月内 连被两个州取消党内初选资格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之路权了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缅因州州务卿申纳 贝洛斯28日表示 因牵涉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 特朗普不具备在该州参加明年美国总统选举党内初选资格 这一决定 使缅因州成为继科罗拉多州后 美国第二个将特朗普排除在美国总统选举党内初选之外的州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认为 特朗普连被两个州 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党内初选中 除名或是民主党的策略之一 目的是给特朗普的大选之路设置障碍 其背后仍然是美国政坛党争激烈的现实 但若论此举将激起怎样的涟漪 还需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而定 连被两州剥夺党内初选资格 最近 特朗普迎来两个不利于自己再次竞选美国总统的决定 28日 沈娜·贝洛斯表示 由于特朗普参与叛乱 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 特朗普不应该出现在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该州预选的选票上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规定 禁止宣誓支持美国宪法 后来又参与叛乱者担任公职 被称为叛乱者禁令 随后 特朗普竞选团队猛烈抨击了这一决定 特朗普竞选活动发言人史蒂文 张旧·贝洛斯的表态回应说 将迅速向州法院提出异议 阻止州务卿的决定生效 缅因州是美国第二个将特朗普 排除在美国总统选举党内初选之外的州 19日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裁决 因牵涉2021年年初的国会山骚乱 特朗普不具备参加该州预选的资格 这是美国历史上 第一次由法院以叛乱者禁令为依据 剥夺竞选总统的资格 美国共和党科罗拉多州中央委员会 于27日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申请 对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19日 做出的裁决提出上诉 会对特朗普产生怎样的影响 眼下 特朗普正在第三次竞选美国总统 他在民调上大幅领先其他共和党竞选人 被两个州剥夺党内初选资格 究竟会对特朗普的竞选之路 产生怎样的影响 维宗友指出 无论是缅因州州务卿 还是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相关人士 都是民主党人 他们剥夺特朗普党内初选资格 不令人意外 这些年 民主党人始终对特朗普穷追不舍 目前 特朗普身上还背负着几项刑事和民事案件 都与民主党有关 民主党希望特朗普被负面舆论缠身 以在一定程度上 给特朗普重返白宫制造障碍 就目前来看 影响现在还很难说 维宗友表示 党内初选和正式加入总统大选性质不同 党内初选只能决定 特朗普有无资格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眼下 共和党以及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已经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因此 最终民主党的这些做法能否成功 还要看联邦最高法院最后的裁决 美国即将进入大选年 各州预选即将陆续开始 预选后 民主共和总统候选人将分别在两党大会上接受提名 2024年美国大选投票将在11月举行 有分析认为 假如联邦最高法院支持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 那么将对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造成打击 因为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在全美范围适用 即便裁决对特朗普有利 也不意味着他法律麻烦的结束 特朗普还被选入其他几项刑事和民事案件中 迫使他在法庭和竞选活动之间奔波 耗费大量资金和精力